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 相信各位观众 在过去的周末 我们在强烈的东北季后风加持之下 这个热带气旋狮子山 由上个星期五、星期六 一直玩残着香港 这个最远的八号风球 真是带来发发声的暴风雨 亦都很不幸地造成了人命伤亡 星期五由黄雨、红雨、黑雨 弹出弹入 因为时间很尴尬 所以令很多打工仔和学生哥 身心疲累 更令到天文台 由星期六预计八号风球 何时转变三目风球的时候 就有六次弹弓手 都明白的 其实这个风 狮子山这个风 虽然来得很远 但它在某些地区 譬如去到长洲或者尼岛 近机场 它的风速其实是很强劲的 所以星期六起床 大家六点多的时候 会发觉 为什麽星期五又没有预计到 天文台也没有预料到 会挂八号风球 突然之间 星期六早起床 突然变了八号风球 可能大家住市区那些 就不觉得风太大 我就住来到的 哇 横风横雨到 是不得了 整个海滩 那些沙 好像冲上来 所以真的很夸张 今晚 一个热带气旋圆规 就会撒入香港 八百公里的范围 天文台 罕有预告了会挂风球 似乎已经吸取了教训 希望天文台真的很好把关 在打风方面 全香港的人就看你休息 加油 说到吸取教训 我们都不可以不提 就是港大今次做得很好 港大最近要求支联会 移走这一条 各伤之柱 期限去到今个星期三的五点钟 支联会叫它做各伤之柱 英文就是pillar of shame 有五条 香港版很明显是针对着中国的 兼指六四 国伤之柱 其实在回归前的一个月 的六四就混入去港大的校园 去到今天 其实不经不觉都已经24年了 这条柱被支联会 拿来做攻击国家的武器 真是二十多年 经常激起一些外国的市民 真是很生气的 我们刚才过完一个 这么喜气洋洋的国庆 这么平稳 这么安全的国庆 大家都感受到国家的伟大 长年抹黑国家的政治物品 应该尽快将它移除 难为制造这条柱 对于丹麦雕塑价高智活 就发恶 他就说如果校方有计划拆除 或者涉足为纪念死者 而树立的纪念碑 就是所有标准上 都是涉足 还说如果这条柱是受损 港大应该赴上赔偿的责任 不敢说 说真的 移除国伤之处 支联会当然说不合理 支联会的清盘人 蔡耀昌上星期五回应这件事 他批评港大要求不合理 已经去信港大的校长张祥 要求保留国伤之处 还要澄清港大有没有计划 移除国伤之处 蔡耀昌还说 港大作为具有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空间 在社会有社会的责任 是有使命要保留国伤之处 校方其实都按过去那二十多年 就行事标准 应该继续被这条柱继续放在那里 其实国伤之处的性质是一个政治的道具 和学术自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是一个政治的宣传品 支联会长年都派人 6月去国伤之处清洗 清洗的时候也会高呼 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你说国伤之处是支联会 搞政治的宣传舞台 当然要拆掉它 刚刚支联会都说要解散 还在做什么呢 我们的特首就在他任来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里面 就在教育方面提到已经会实施一些 在学生去培育学生的国民教育方面的一些做法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香港的学生慢慢就会培育出外国爱港的精神 你告诉我这些国伤之处 其实它放在哪里呢 过去那二十四年 它就放在学生会大楼餐厅外面 是学生去这个 港大百周年校园 吃饭上堂是必经之劳的 那国伤之处 长年放在这个校园 二十四年 你说就算我不要说这一批 我说未来的如果你不移走它 未来的学生可能由中学 未上到大学 已经慢慢去培育自己是一个国民身份的认同的时候 一入到大学 每日日日走日日走 就是看到一条国伤之处 那你说 是不是和政府的教育背道而驰呢 所以应该要拆走了 当黄克人依然用俠藝的目光 去看中国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中国只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就已经走完了 西方用了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拿到人类历史罕见的经济 科技成就 证明了西方那套 不一定比中国那套 我们不要看远 看近新冠疫情里面 西方国家 他们的抗疫无能和自私自利 就是你完全可以体会得到 但是看回中国的成功 和如何去控制疫情 如何拯救了大量国民的生命 大家世界都为 看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再看就是中国脱贫的模式 改变了足够一亿人的命运 TVB纪录片无穷之路 自己看看吧 就是看看国家 如何在落后的地区做了多少 说回 其实国伤这个词 是指为国家牺牲的人 这个雕塑家高志活 不如想想在这场疫情里面 想想欧美有多少个国家 值得它去设计一条的国伤之柱 就是多得美国 阿富汗打仗这么多年 死了这么多人 是不是都应该整一条国伤之柱呢 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 那些无名坟墓 就是发现大量 几百几百地发现小朋友的遗体 是不是都应该要一条国伤之柱呢 因为说完 总而言之是 今次绝对支持 港大企硬要拆这条柱 好了 我们说回最后一件事 区议员宣誓 计港岛区DQ了7个人 九龙区10个 之后 新界东又DQ16个 新界西区议员上个星期五宣誓 当中有17个黄政客未过到关 他们需要提供额外的资料 包括参加过黄营初选的民主党 邝俊宇 据报还有包括一班 在去年去了台湾官选 期间有人展示光时期的政客 大家都预计这17个 都应该都空多吉少 不过我们怎样都好 都是放长双眼看戏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